娱乐转圈圈 原著风奇隆熙是马伯雍15年前的一本小说著作 一直有鬼才称号的马伯雍在这部书中也奉献了非常好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当时战乱遍地 同时在明面上的战争背后 还有些忙碌于各国之间筹划着前方战士和机密传送的人物 其中寻许宇成功是结义兄弟 他们之间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这部著作其实非常复杂 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说完 可能读过原著的朋友更有体会 因为这个故事受欢迎程度高 大家也对这部剧的制作班底和演员有更多的期待 而就在最近这部剧终于官宣了 白宇和成坤是这部剧中的双男主 念远和长远是主演 女性角色的戏份都比较靠后 杨颖和孙怡虽然是女一号和女二号 但是排名都到了第五位第六位 导演自然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是前些天上映电影《刺杀小说家》的导演陆阳 他本人也非常擅长悬疑 从导演演员阵容来看 这部剧算得上是很强大 念远杨颖这种演员在其他的剧中 大多数都是一号主演的戏份了 在这部剧中只是给双男主作配角 而白宇和陈坤两人也都是实力派 能一起找过来也不容易 这一点也算是这部剧的一个质量保证 好导演加上好剧本 还有好的演员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就在4月21日 这部剧也举行了开机仪式 除了导演以外 两位男主演也到了现场 只不过没想到两人 因为站位的问题还争论了起来 像这种仪式 一般都会有一个站位问题 一般站在C位的就是导演和男女主演 但是这部剧是两位男主演 谁站在中间就是个问题 白宇想要让陈坤过去站 陈坤却想要让白宇过去站 两人都想让对方站C位 最后两人终于确定了站位 还是让白宇靠近导演站着了 电影的宣传方面也比较有趣 文案是将这个故事当作一个棋局 谁人手中子当作一棋人 似乎是在传达着棋子将自己当作下棋的人 而电视剧的开机 几位主演也作为其中人入局了 在电视剧的海报中 可以看到两个古人的景象 其中一人手握尖刀 似乎是想要刺向对面的人 但是眉目里依然带着微微的笑容 颇有点让人生畏的感觉 这应该也是和电视剧中人物所处的环境 做了一个对应 看似是风平浪静 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这部剧今年开始开摄 六十集的内容也比较多 预计是要在明年正式上线 大家可能要等待的时间还比较久 不知道各位对这部剧是否期待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谢谢